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中美貿談,朴朔迷離,吉凶難尿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新指數,未升25點,收報25,707點,成交790億 今日港股先高,以後又縮下,差不多沒有升幅 正在等待今晚的中美貿易回談 這是中美自去年3月開始,貿戰以來的第十三輪回談 這次劉鶴飛到華盛頓 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特使 展開貿易會談 在這個會談之前,現在傳出來 劉鶴不會立即離開 大家估計他會談兩天 即是今日10日會談,明天11日會談 因爲美國時間11日已經是我們星期五的凌晨 可能要,那時港貝固然收的事 要是明晚星期五晚的凌晨時分才知道結果 朴朔迷離之處,在於事前中方釋出很多利好的訊號 例如買多些農產品 亦都好像有點善意 但亦有一些不太理想的情況 就是將談判的範圍縮窄了 不包括部分美國視為核心問題的議題 就不放進去 例如是國企補貼的問題 這些問題 美國很想取消國企補貼 以及進行產業改革 這些就不放進去 如果真的這樣 可想而知 今次的會談 很難會達成一個全面的協議 如果不能夠達成全面協議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達成一個部分的協議 或者是一個臨時協議 就是今次大家要觀察的焦點所在 據外電報道 特朗普又再一次這樣說 他說中國很想達成協議 他每次都說中國很想達成協議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此地無銀三百兩 實際上是他本人很想達成協議 因為中國去之前 已經有官媒說出來 就是中方不急於達成協議 昨天的官媒已經有報道 但是特朗普今天都還在說中國很想達成協議 他說他本人的看法 是中國教美國更加想達成協議 他說如果中國能夠提出一些正面的東西 正確的協議 他就落於達成的 其實他只是說如果中國肯讓步 達到美方的要求 他就很願意達成這個協議 他也說到用到這個good chance這個字 廖很有機會達成協議 大家都知道 其實之前他都說過類似的說話 朗來廖 騙得人一次 未必騙得人很多次 他每次都說很有機會 但實際上都和了很多次 包括五月份的時候 曾經已經說到很有機會達成協議 但是結果中國突然間內部的因素也好 什麼因素也好 總之就是達不成 因為美方的叫價太高 中方回到去一討論之後 發覺這樣真是很不行 於是乎就達不成協議 這次就縮窄了範圍 能不能夠達成這個臨時協議 或者部分協議 野村就有個看法 野村就說 如果中美本州 他的看法就是 有機會達成一項短期協議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覺得中方會願意去 以農產品交換 買多些農產品 以換取什麼呢 交換就是美國原定在下週二 即是本月15日實施的新關稅 希望將實施新關稅的時間 由十月十五日押後到十二月十五日 即是押後兩個月 十二月十五日是什麼時候呢 因為中美雙方領導人 在十一月會在聖地牙哥舉行APEX峰會 希望到時中美雙方的領導人 大家面對面再談 希望到時才達成一個 教臨時協議也好 部分協議也好 即是教全面的協議 這次留學去到呢 很可能是一個很短暫 拖一拖 我買多些農產品 你呢 不要在十月十五日加我關稅 那這個機會呢 就真是good chance 即這個機會可能性呢 是大過特朗普所說 中方很想達成協議那樣東西 這個是我的看法 綜合現在的形勢來看 似乎是這個機會大些 但是特朗普有說過 就是如果達不成有利美方的協議 他就寧願不要這個協議 不簽的 是吧 他都說到如果你再拖下去 就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 有這個拖一拖這一步呢 所以我就說吉空難尿 樸索迷離 吉空難尿就是這樣 因為特朗普願不願意再拖呢 他都知道中方很可能是用拖自決 他講了很多次的了 他不想中方拖 因為拖到去明年 希望總統大選之後 民主黨上台 才再談 可能條款好些 他就不想出現這個情況 他就想快刀斬亂麻 在他的角度當然 在特朗普的角度 如果在今年之內 達成了部分的協議 或者臨時協議也好 短暫協議 什麼名稱都不要緊 總之達成了一些協議 他就可以用這個協議 跟選民可以有交代 不過很壞不壞 近來呢 因為有一個 NBA風波的事件 搞到美國很多政客 又在反華情緒高漲 因為NBA是美國的一個很重要的體育活動 可以說是他們的盛事 南球被視為美國的其中一個國技 NBA 大家知道有多重要的 在這個風波上高 美國覺得中國 又是用錢打壓言論自由 好像希拉莉就是這樣說 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暫時的反華情緒又高漲了些 搞到特朗普都在Twitter說 中國你這樣做不對 這些其實都會左右了這個民情 左右了這個 中美之間達成這個臨時協議的可能性 如果你原本特朗普想著 如果達成了一些臨時協議都好 那是否向選民交代 如果他現在達成呢 他亦都可能被選民說 你又是為了錢而跪下 本來可以捏到盡 又說答應要中國怎樣怎樣 達成世貿所有的標準 什麼什麼 又說要不給補貼 現在你隨便找一個協議 到時可能 令到他不能夠獲取 他想要的政治上高的利益 所以現在都是隔空難料的 所以今天恆新指數很微妙 就是一個很紮幅的上落 結果全日只升了25點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圖 其實它都是偏遠的 偏遠下來 當然因為本地股跌得比較多 所以恆新指數是偏遠的 已經跌穿了10月2日這個底部 這個底部是25778 收在旗下兩天 昨天已經發出短線轉了紅燈 今天在旗下當然繼續是紅燈 不過國企指數沒有那麼差 又沒有跌穿 因為A股做得好 所以恆新指數這個紅燈 可能都是一個短暫信號 最後都是看貿易戰的結果而定 如果是利好它就彈 不利好它就落 現在的情況 但是都是要根據原則 先發出了紅燈 即是大家要做好風險管理 小心它再落 萬一如果跌穿8月15日這個低位 24,900點的話 中線都會轉紅燈 所以大家要小心 什麼時候可以取消短線紅燈這個訊號 它就升穿近期的密集區 即是10月3日這個高位 如果收在其上26192 26192 你當它26,200點左右 走穿了這個密集區 收在其上的話 短線又會轉為黃燈 國企指數剛才看了 其實它就沒有那麼弱 它現在一直都是黃燈 在爭執之中 就因為什麼呢 內地股市做得好 上證指數你看看 是不錯的 今天挑戰下降軌 如果你看到深淨成分股指數更好 因為今天升成1.4% 上證指數升0.8%左右 它已經是什麼呢 又重返這個雙底項線之上 即是內地股市偏強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人民幣 今天又增加強一點 增加7.1% 其中一個主要支持人民幣上升的原因 就是因為 就說到白宮正考慮 推出和中國達成的匯率協議 如果真的達成了匯率協議的話 人民幣有機會偏強一點 整體的大市現在都是牛皮上落 觀望氣氛比較濃 近日都是炒股不炒市的 板塊輪流上落 今天就輪到手機設備板塊 好像瑞星科技這樣 今天升6.3% 信譽光學升4.2% 憂太科技升7.4% 為什麼這幾隻手機設備股升這麼多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 華府計劃快將發出許可證 允許部分美國公司向華為供應 非敏感類的產品 即是華為有機會繼續生產手機 所以手機設備股 今天就備受追捧了 現在的板塊都是輪流炒 事實上近期都是炒股不炒市 有很多板塊 好像體育用股 好像美團那些 都是繼續升 新經濟股裡面還有平安好醫生 這些情況 一路有些股 就繼續反覆上升 但是整體大市 就有些偏遠 甚至乎恆生 就是因為本地股 比較多 就有些向下跌的狀況 現在來說 大家都在等中美貿易戰 茂談的結果 短線都是隔空難料的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